Hello 大家好 我是Paco 今天带你们探讨的就是我审判的这一台 Lexus里面的大哥 Lexus RX300 那在还没有开始进入影片之前呢 记得先帮我们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影片吧 这一款代号为AL20的呢 其实它就是第四代的Lexus RX 它也是第一次采用涡轮增压的引擎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的名字为RX200T 而这一台呢就是Facelift的model 它把它名字RX200T 变成RX300了 那之后的所有的Lexus的model呢 只要是300它都是2000TB 那这一台2.04缸涡轮增压的引擎呢 其实它就是取代了 上一代就是第三代的RX的2.7 四缸的引擎 其实马力来说呢 它更加的大更加的好玩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台车的车头设计 我身高180cm 我站在这台车呢 其实它的车头已经到了我的腹部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台车 是有多么的高的 再来就是Bonnet的前面这个最高的位置 一条线直接连接到前面车头的这个 非常有霸气的Spindergrill 然后旁边这个有三个眼珠的头灯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威猛 非常的有霸气 还有这个Lexus的logo 其实它总共有两个拳头加起来一样大的size 然后下面这里就有一个360 camera的前置镜头 还有就是刚才提及到的这个三个眼珠的头灯呢 其实它是一个智能型的头灯 而且呢在头灯里面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类似Nike的形状的 其实这个不是Nike 这个是Lexus的意思 那现在我站在这台车的旁边哦 我像不像一个成功人士 来到车侧的部分呢 这台车其实它是第四代的Lexus RX 也就是说它是2016年就开始发布了的 所以呢它已经不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uncle的样子了 可以看看它从车侧来看哦 所有的线条呢都非常的分明 而且看起来它不只是大 它还非常的sporty 以一个五座位的SUV来说呢 其实这台SUV是非常的长的 总长度为4900mm 如果你不懂它有多长的话呢 就打个比喻了说 BMW X5或Mercedes-Benz的GLE 它们也是4900多mm 轴距为2790mm 可以想象的到里面的腿部空间 到底是有多舒服的 再加上呢 这台车要怎样分辨它是NX或RX呢 其实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这个 悬浮式的车顶 因为NX你是看不到这个设计的 看起来像18寸的车轮 其实它是20寸的 轮胎为235、55、R20的一个尺寸 然后车尾部分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大气的这个设计 这里微微鼓起来的 看起来好像一个屁股翘起来这样子 然后这个尾灯呢也是非常的大 它里面还有一个L-Ship的LED灯 双处的排气管 还有就是它有一个隐藏式的Wiper 在里面藏着的 这台车有电动尾门 你可以选择从后面打开 或是从车里面的司机位置打开 或者是从你的锁石那边可以打开的 然后车里轻轻按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尾门打开 其实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它的尺寸有足足长过7人座的SUV 可是它只有5座 后面的位置肯定就很宽 所以就算我坐上去也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车的右侧这里呢有一个拉杆呢 你可以把那个后排的座椅呢把它放平 然后在车的左边这里呢 它有一个SW的充电座 然后这台车呢它是没有后备胎的 把这个位置打开之后呢 它是一个隐藏式的储存空间 然后再拉高一点呢它里面可以发现 它有一个Dire Repair Kit Lexus RX的第一款涡轮增压引擎呢 就是这一款2.0T的 搭配的是六速AT的牙箱 最大买力输出为235匹 最大的扭矩为350Nm 会不会很快会不会很有力呢 等下我们试试车我们就知道了 那来到车的内饰呢 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 这台车它是进口版本的Lexus RX 就是说跟本地卖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因为在Global版本的话呢 它是有分为Base Model Luxury Model还有F Sport的Model 这台呢就是最热门版的Base Model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这个椅子它并没有皮革包裹的 它唯一皮革包裹的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的旁边门把这里 还有中间的这个中空位置 而且呢它的这个椅子呢 它也没有冷气出风的 不过呢该有的Safety Features它还是有 然后这里呢跟F Sport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F Sport它多一个Sport Plus 就是给你的那个反应会更加好一些 那这台车呢它也是可以选择 Ecore Normal 或者是Sport Mode的切换模式 然后这台车它是2019年的未注册的车 所以呢其实呢在那时候 并没有很流行Apple CarPlay 所以这台车它也没有Apple CarPlay 或Android Auto 它还有这个CD Room 那如果我撇开这一些 我Somot都不说的话 如果我只要一台很舒服的 Lexus RX的话呢 这台车真的是它骂得舒服哦 不过这一辆2019年的车 它也是有360 camera的镜头 来到这台车的后座呢 才是这台车最大的卖点 首先呢就是我181cm呢 我的头部的空间呢 是有一个拳头的 然后我腿部空间 不用说这里有好几个拳头 就算是Base Motor 它也是这个冷气出风口的 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充电座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呢 这也是100%全平整的 所以呢如果是坐第三个人在中间的话 你也不会很尴尬 还有这个椅背呢 它也是卖点中的最大卖点 一般上可能你会问 接近5000mm的车长 为什么它不用坐7轮座 而是坐一个5轮座呢 这台车它是专设计给老板级的人物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如果你要躺下去更舒服一点的话呢 其实这个椅背呢是可以拉下到这个角度的 所以呢坐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的舒服的 那很多人呢如果他想过要入手一台 AL20的Lexus RX的话呢 他一定会想到我想又去试车 想去试一试那一车 到底是怎样的感觉的 不过大多数的人他们一上了车 关了车门开车之后呢 他们就会安静了 因为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台车的隔音真的很好 就是安静到我有一点尴尬 我就是需不需要出声 好像感觉到我讲话就都是我的声音而已了 整台车外面的声音完全是隔绝了 就是这台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它没有它并没有很出色的这个动力表现 235P其实是刚刚好 也不会说没有力 如果相比之前的NA的话 它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 如果你走一般的那种比较不平整的路的话呢 它的这个系震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的 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到任何的那个跳动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比较同级 那么大尺寸的SUV的话呢 你只可以拿BMW或Mercedes-Benz的来做一个比较 不过呢 他们就显得会比较跳动和比较硬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较软比较舒服的话呢 这一台车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因为这台车它的确它是有三个drive mode 就是eco normal还有就是sport mode 就是说sport mode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需要额外的动力反应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调去sport mode 不过因为这台车它是base model 所以呢它只有sport mode 跟eco可以选择f sport呢 你还可以选项有sport plus 为什么有些有天装有些并没有天装 其实在日本的话呢天装它是一个选配 所以第一个车手它买的时候 它也没有加配天装的话 它有的话就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sport mode 走我们这个减速带跟这个路顿 其实它真的是很舒服的 而且里面并没有任何什么声音 所以现在这台就是平整的路 然后它前面有一点点小斜坡的 我开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台是一个六速AT 就是它是一个dokomotor啦 很普通的一个压箱 而且它也是比较耐用的 在toyota里面的这个压箱呢 它是比较属于是省油 而且是比较少发生故障的 而这也上斜坡的话 我就会感觉到这台车会有一点点的吃力 那只是一点点而已 因为毕竟这台车的重量高达1800多公斤的 所以呢四缸的引擎 就算我有涡轮增压 无论我有载重的话 或是上斜坡的话呢 它会显得有一点点吃力的 当然如果这时候你想要它的表现更加好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调去sport mode 当你调去sport mode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它的sport mode会比较重一些些 它是instant的 它会重一些些 然后呢它的那个油门反应也更加好一点的 而且它的rpm就是它的引擎转速 也会稍微的偏高一点点 就给你一个即时的反应 就是我要你现在就给我这种感觉 不过也并不代表这台车是真的是不会去 现在我给你试试看 这里是比较有空一点的路 如果我把它稍微开快一点点的话 其实车还是蛮快的 然后它的brake它是属于舒服的 它的brake并不会说你一抬大brake的话呢 它整台车就把它自动下来 减速带完全没有声音 它只有很轻微很轻微 几乎是感觉不到的那种跳动 然后前面的这些减速带呢 它是比较高的 我们过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跳动 可是也没有很大的分别 保持我现在我在这里 如果我没有把速度调慢的情况之下 我进这个绕吧 其实它的控制也是蛮OK的 就算有这么庞大的车身都好 它都不会显得很笨重 那一般上很少人会把那么大台的 Lexus RX 跑快在路上飞车吧 可能在highway可以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今天有钱的话呢 买这台车请一个司机的话 你坐后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经过了刚才的试车之后呢 我可以围这台车打一个分数 如果满分为10分的话呢 我会打一个7分 因为动力表现方面的话 它是中规中矩啦 也不会说没有力 不过如果你讲是外表的话 打个分数的话 我可以给它一个9.5分 因为它外表实际是太帅太好看了 不过今天主要看这台车的一个目的 就是跟你们探讨着什么是性价比 如果你购买一台未注册的 Lexus RX300的话呢 价钱大概是接近30万 不过如果你只是喜欢它的车款 跟引擎动力的话呢 你还可以选择这一台 Lexus RX300的Base Model 因为这台车只需要21万而已 真的是性价比高高 非常的值得 而且这台是零制 正所谓的炸得零机 满稀余 那以上就是我这支影片的所有的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然后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